主任牧师 弟兄姐妹 欢迎再次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主任牧师的话 这一期的主任牧师的话 我们仍然有 Ester牧师在我们当中 还有Sara牧师 以及Pastor Amos的 Next Gen的门徒 Sam 弟兄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欢迎他们 欢迎大家 弟兄姐妹 这一次 我们又再次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了 特别是马来西亚现在的疫情确诊人数 突然间的飙升 突然间飙高 导致我们的医院 医护人员都面对许多的忙碌 许多的挑战 不单止如此 我们在职场上 市场的经济 我们的家庭 学校生活 甚至我们很多的偏排和安排计划 都完全被打乱了 真的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思想 这样大的动荡环境当中 我们该如何处安静和安稳呢 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 Pasicera 这样乱了 Pasicera又是三个孩子的妈 分别在幼稚园 小学还有中学 不同的年龄层 然后还有许多的服饰 要有承导的中介 讲到带门徒 牧养组员 甚至还有些婚姻辅导的事情 都落在你的身上 你是怎么样在那么忙碌 紧张的日子当中 如何的去面对呢 首先澄清一下 是两个小学 一个中学 两个小学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是怎么样去分配我的时间 就是我就是成岛 然后就要度出他们上课 最小的那个一年级 所以很多的适应还需要父母陪伴 还有上课的时候 做功课也是要督促 基本上我们现在因为MCO 都是基本我要预备他们的三餐 预防就是不要太多的去外面 是 等等还有牧养等等 我觉得去到那边的时候 神真的是会给恩典 最主要是神给恩典 还有就是仅仅依靠神 因为知道能力是从神而来 所以很长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在预备食物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神祷告 或者是开很多的信息啊 朗读的经文啊 就是一边开 就是一边预备咯 所以就是很多的东西要一起同步做 那就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对 特别是预备奖章的时候要更多的去研究和去听更多看更多 但是我知道是从神而来还有很多的时候我就是很多的祷告 其实基本上在牧养上还有很多的方面都是借着祷告啊 其实也蛮担心在职场工作的门徒主员们 好像那一天有这个的列车 快轻快铁相撞啊 其中一个主员就是 圣灵感动他 他就反方向回家了 他就没有再去他要去的地方去买东西 所以他就避免了这一场的车祸 所以真的看到神怎么样透过我们每一天这样子的祷告哦 让神来带领我们的时候 真的神会让我们避免很多的危险和困难 是 原来他是Sara真的是祷告的人 无论环境讲 祷告就关关拿过关关过 感谢神 那Sam弟兄呢是怎样 因为Sam我们知道你是台湾人 带着妻子的孩子来到这里 而且两个孩子都还很小 因为在这里还需要工作 而且是自己的公司还有很多的员工 那你是怎样的去处置泰然 其实当初我们在来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是带有意向的 其实我们的意向就是要帮助台湾人管理好马来西产业 但在这个MCO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经历到很多的困难 之前我们的股东欠我们的钱 我们也在要持续的追 还有中间呢就是很多的租客不缴租金 我们也是要跟他沟通 那我们甚至还要跟屋主沟通说现在这边的一个状况 因为当初台湾的状况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体会到马来西亚是多么严重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遇到的困难 那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 就是follow教会的水流 其实教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实体崇拜 我们就跟着实体崇拜 我们就带着主员一起来实体崇拜 那如果说教会说要网路崇拜 我们就跟着在网路崇拜 那我们依旧是持守每天的一个成岛 然后还有家庭祭坛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follow教会的水流 我觉得神就这样祝福给我们 那我们依旧把我们的困难 寻求对上对下的一个祷告来做帮助我们 是的 我非常肯定Sam和Cody 因为他们也是我跟Pastor David的门徒 真的他们实体崇拜的时候 他们就轮班来崇拜 就是丈夫先参加第一堂 太太们就在他的家 因为他的家很靠近教会 就带着baby们在家里面崇拜 第二堂轮到太太出来 然后丈夫就在他们的家看baby们 好厉害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跟随教会 跟得非常地近 而且他们在牧养山各方面 还有最近台湾的疫情也开始严重 他们也一直有跟我们有沟通 我们有一起的祷告等等 所以他们是非常地紧紧跟随 真的是很感恩 所以看得出Sam是跟神也跟上了一个好门徒 Sam 我也知道你最近也是经历了很多的 神带来的祝福和恩典 你可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吗 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 其实共事难免都会有影响 但是我很感谢神说 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 因为我们持续在十一奉献 因为以前我们十一奉献的习惯是 我们会在结战之后我们做奉献 但这次我们做很大的条件是说 我们在神还没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事先奉献给神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改变 那我们第二个改变是 我们跟着教会的水流在走 教会说要出手奉献 我们就跟着出手奉献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说在今年的一到三月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公司就是只出租到一间房子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节期 我们奉献我们的出手奉献 结果神圣是又真又活 祂给我们十倍的增长 让我们在MCO 3.0之前 我们就出租了十间房子 我觉得这是需要感谢神的 如果说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信靠神的动作 我想说我们也得不到这样的一个祝福 神的应许和祝福是真实的 当我们跟上跟神的时候 就可以看得见实实在在的恩典 在我们当中 牧师其实对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在职场 都有在家庭看孩子的 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 就好像帕斯西拉 还有Sam所分享很真实 所以牧师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来 鼓励我们如何的更加紧的跟随神呢 其实刚才听了帕斯西拉 还有Sam他们的见证 他们怎么样在困难里面 用平静心来依靠神 然后跟着教会 跟着神 跟着小祖 然后一步一步这样走 原来很多困难都迎刃而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弟兄姐妹去深思的 所以我们其实同神的话 特别是在以赛亚书30章 里面就讲到当时的犹太人 其实会面对亚书的攻击 当时每一个人都很慌张 战争要来不是更可怕吗 我相信比瘟疫更可怕 可是在那一个情景 神却告诉他们 你们得救在乎什么 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所以其实提醒当时的人 不要这么慌乱 不要那么感觉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其实他要他们回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 因为神就跟他们说 其实我等着怜悯 我也等着来恩待 我也等着来帮你们 但是你们要回来啊 结果当时的王呢 还有当时的人民呢 他们其实去投靠谁 埃及 他们其实是看的是世界的能力 是不是世界可以给他什么 帮他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就在那一个抉择里面 就在那个困难已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其实真是考验我们可以怎么样跟随神 所以就在那一刻 假使我们真的归回跟随神的话 其实很多困难就会得解决 因为天父爸爸都说 他其实等着持恩 等着怜悯 等着帮我们 所以我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们最经历神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来经历神怎么样帮你 度过难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小祖的生活 还有真正关心你的那些牧者同工为你的祷告 为什么为你祷告 其实就是因为爱 其实就是因为盼望 我们可以一起走过 所以我们真的要放开心 然后有更大的一个信心 所以其实在那一段经文 也是讲到我们在乎平静安稳 其实安稳这个字 其实就是信心 就是有confidence 我们要有信任 对神有信任 对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有了解 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姐妹 在这一个很冲击的时候 我们还是继续要求神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恩待我们 谢谢牧师的分享 还有夏朗牧师 Sam弟兄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当中 如何的去面对这个事情 弟兄姐妹 原来我们对神的信心 是要越加的稳固的 因为神很怕问来 祝福我们 怜悯我们 施恩给我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动摇 紧紧抓住他 紧紧跟随神 因为我们得救 是在乎于安息 我们得力 是在乎平静安稳 那我们这一期的主人牧师的话 就到这里结束 也谢谢上位 我们分享我们神的话语 还有我们的经历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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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